大家好,我是這幅畫的作者,六年石斑無雅喻 這是一個作品的名稱叫做原住民的房屋 我用了鉛筆先打個抄不高,再用鉛字筆去描邊 最後再用蠟筆和水彩筆去塗顏色,做出深淺的變化 這幅畫的靈感是來自於四年級的戶外教學 看到許多不同大小的原住民房屋讓我感到好奇 想要由這幅畫來跟你們介紹原住民的石斑物 謝謝大家